今年我一直要把约翰福音 要从那个 约翰福音要从约翰福音来学习功课 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 马太马可路加写的耶稣生平 约翰福音除了耶稣生平以外 他是一个启示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我们活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不但启示生命 而且又建造生命 我们都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 前面讲过第一个 水变酒 他的生命的意义 就是把死亡变成了生命 水变成酒 后来有很多需要 有些的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 主耶稣说你回去吧 因为你信 你回去吧 他现在好了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 回去以后真的好了 然后有一个摊子 38年都不能动了 永远没有希望的耶稣来了 就有希望了 所以告诉我们今天 这个世界上看来没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有耶稣还是有希望的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你不要把耶稣漏掉了 我们很多人说说很多事情都办不到了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有耶稣 懂得到 我们还有耶稣 耶稣在的话 一些事情就解决了 很多家庭吵了半死 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 要分离 要离婚的 但是一旦耶稣介入了以后 他们就很好了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耶稣要在我们当中 你要知道我们活死堂 从以前我来到现在看 耶稣在我们当中 我们虽然不好 虽然是背叛 背逆 做坏事 但是耶稣在我们中间 只要你 愿意开口求的 他都给你成就了 最近我们很多人 这个上品都通过了 你们都经历到了 我们神是幼税 他每次问我 神就是幼税 幼税的神 你去经历 就有些不可能变可能的 这个祷告会有一个弟兄 是乐与堂的 他每天幽幽愁愁愁的 因为他没有过 要等 那幽愁愁的 那神感动我就叫来 我说你不要幽愁 你赞美 感谢神 你们做过内在生活的 那个什么 江秀卿教导 我们就是敬拜赞美 他嘴巴里都只是祷告 祷告得很好听 这圣经的信心 他都祷告得很好 但是你没有这个赞美 你要赞美神 人赞美神 就是承认神绝对的主权 人很自私 他不要承认神绝对的主权 他向神造的我走 我要这个你就给我 但是神有祂的主权 祂不给你 也有祂的意义在里面 那今天我们承认 创造的神有绝对的主权 交代祂手中 你就放下来 我跟他讲这几句话以后 我看他整个脸都笑起来 他就轻松了 你不要一直挂在身上 这个路在神的手中 不在我们手中 他最大的困难说 法官跟他讲说 你已经拿到阿根廷的身份 你不想给他 那我们中间很多拿到阿根廷的 北美南美一大堆的人都过了 他都每一个国家都跑过 都有都过了 那不是依靠私利 不是依靠才能 是依靠耶和华的理由 信心要放在耶和华上面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 我们今天一生要等的就是那个生命 看约翰福音是怎么讲生命 这生命呢 除了耶稣以外没有 没有办法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耶稣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中间那一段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前面呢 是讲到 然后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 耶稣是生命的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 后面一堂子叫基督是 是生命的灵 也不一样了 耶稣是人 他为我们死在世家上 死后复活了以后变成基督了 但是我们今天信的是 要信耶稣还是基督 耶稣基督多信 你才能有个过程 你先要认识耶稣以后 再认识基督 你才真正得到生命 你不能把前面丢掉 所有圣经的旧约到信约 创世纪到启示录 没有矛盾了 而且不能丢掉任何东西的 它有一定的过程在 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有一天到天上才知道 神是这么智慧 他为什么这么安排这么智慧 他为什么把律法先来 这律法它没有叫你守 我看整本圣经没有叫你守律法 因为你守也守不了 他律法是叫你知罪 你现在知道罪了以后 才知道认罪 知道认罪以后 才会来求十字架 这十字架才有它的意义 十字架耶稣是为罪人死 不是为义人死 所以这一连贯的逻辑 你都要想通 很多人忽虑忽虑 他不懂这个道理 不懂这个道理 他就懂了一点点 就自以为是 不行 一定要照神的旨意 神安排的这个旨意 他律法来了 经过两千年以后 才变成了这个恩典 为什么 因为恩典先来就好了 不要让我们这么辛苦 神有祂的意义在里面 是叫你知罪 一个人不认罪 不知罪的这个人 是没有办法来得到救恩的 为什么 因为不必不需要了 你不需要了 现在很多人在传 是不要认真悔改 是完全的错误 完全违反了神的原则 他把前面丢掉 把后面恩典 你不是说上帝全能吗 是啊 现在罪赦免没有 对 过去的罪赦免没有 也赦免了 未来罪赦免了 对 是你讲的都没错 所以你犯罪没有关系 这个犯罪 你知道神是爱 你有信就可以了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 跟着走 你知道吗 有些刚刚信主的人最高兴 我就犯罪也没有关系 那信主好多年 一直恨自己 怎么一天到晚犯罪 不能过 听到他又高兴掉 眼睛一亮 他说我才是真理 他们讲的都不是真理 他说你就是放不下 放在心里面 你就是挂在心里面 你这个灵里面 就没有认识 也对哦 那怎么样才对啊 但犯一点罪也没有关系 神慈爱 他会赦免你 但是你要知道 神的律法先来 但是他审判是照律法 律法是在后面所审判的 主耶稣再来审判的 那这段的恩典时代 你要守律法的一些规矩 因为主耶稣来 他也是在给他受洗的时候 他说主耶稣也身在律法之下 有没有 主耶稣可以不要身在律法之下 一来就恩典就好了 他在律法之下 那我们所有的过去未来的人 都矿在律法的底下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在前后没有矛盾 因为时间还没到 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你前面认为 你的犯罪也没有关系 什么神也是慈爱的 这个到这个公益审判的时候 你没有份 没有份 还有人讲说 圣经讲的 这个西伯来书讲的 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有没有 是啊 主耶稣你天天每年献一只羊 献一只羊 你还每天要献 还不能赦罪 但是耶稣为我们使得 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他转过来 一次信耶稣 永远得救 这两个凑在一起 西伯来书不是这么容易懂 西伯来书是讲神 但是其他的福音书是讲我们人 人跟神不一样 神是创造者 神是绝对的 人是被造者 人是相对的 完全不一样 他以神的眼光来看人 你是不是信得住了 是啊 一次相信永远都不会灭亡了 对不对 不对 因为不同立场 我们是人 那怎么样才算对的 圣经怎么教导就怎么做就对了 你没有智慧到 能够把神所有的计划看穿 但是我要照圣经做 圣经说 认罪悔改 天国经 你们要认罪 认罪悔改是一定要的 你用什么理由说 不要认罪悔改 都是错误的 照圣经走 基督徒如果不照圣经走 我们信仰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圣经有些东西没有记载 现在考古学家都挖出来 都是一万年前的几千年 尤其是日本 日本的文化有在一万六千年以前 我们到现在这六千多年了 亚当到现在这六千多年了 那一万六千多年东西挖出来了 那怎么办 考古学是真的 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讲 没有讲我们就相信圣经 那至于这些古力古怪的事情 科学家有证明的事情 那是神的事 圣经讲 隐秘的事是归于耶和华的 这显明的事是归于我们 现在懂不懂 现在我们看到显明是归于我们 那耶和华是不是有很多隐秘的 有 他没有让你知道 而且他是创造了神 到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国以后 神还有他永远隐秘的事 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被造者 那怎么办呢 圣经就记准 圣经怎么讲就怎么信 怎么信就怎么做 怎么做就怎么传 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 以后你会听到很多不同东西来 讲了半天他否定圣经 现在的考古学是我们发出来的 很多都违反圣经里面所讲 但是我们今天抓住圣经 我们这信一本圣经是完全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现在圣经讲的 这个约翰福音讲到生命 到底生命是什么 是不是呼吸了一口气 不单是讲这个 但是也不能不讲这个 你说你只要那个永远生命 不要这个生命又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过都过不了关 你现在不能呼吸死掉 你怎么会认识那永远生命 你还是要这个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的过程 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出来 这个生命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 懂没有 那个生命树是植物的生命 植物的生命是供给我们需要的 我们吃的要营养需要的 然后耶稣变了 变到主耶稣来了 他变成一只羊了 变成动物的生命 动物的生命就可以赦罪了 因为他不但流血 肉体也给我们了 所以主耶稣来 他把他的血跟肉分开了 他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救我们 他的肉还是供应给我们吃的 这个吃的跟植物有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吃的是这一点 现在只赌后面不赌前面 你也不知道来龙去过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生命是从生命树 从伊甸园的生命树一直延到现在 现在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 那个就是生命树的粮 我们要吃他 你不吃他 你没办法活在世界上 主耶稣说 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耶稣神口中的话 这个话就是粮 所以我们读圣经 相信圣经就得保 不相信圣经的话 相信这个世界的话 那变化太大了 我们经济 政治 文化 全部都在变 而且很短 一段时间就变掉了 你就摸不清楚 然后就照着神的话去做 最重要 那生命的粮 我们来看里面内容 这个复习五饼二鱼 在五饼二鱼以前 在这个生命粮以前 有个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就是 用五个饼 植物的生命 用两条鱼 动物的生命 喂养了五千人 这个里面就讲到 我们一个人的生活 所需要的食物 一个植物的食物 一个动物的食物 那这个五饼二鱼里面 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里面所有的人的表现 只有一个孩子 他做的事是最有意义的 他是拿五条饼 两个鱼出来 而且他是母亲给他吃 他今天的晚餐 就拿出来 他今天牺牲了 就给了耶稣 当我们把我们节友的 拿出来的时候 不要给别人啊 不要给了牧师啊 给了君王啊 给了政府啊 拿出来给耶稣 那不得了 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喂饱了五千人 有没有 那这件故事里面最要我们学习 就是那一个小孩子 你看圣经里面 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就只是我们 我们都包括在里面 那旧约圣经还有一个没有名字呢 就是乃曼去 这个放大麻风的时候 他把敌人挪来 挪来一个女子 叫以色列的小女子 今天我被你挪 被他挪过去 做奴隶的 我气得气死你了 你把我抓来 气死你 我管你 管你死活 但是他乃曼犯了那个 这个这个是什么 麻风的时候 那小女子就建议他 你去见先知以依杀 他会帮你医治 他很有爱心的 给他提议 他后来真的去了以后 这故事我们都看过了 七次月旦后洗了以后 他这个麻风全部好了 他本来还会不相信 但是他因为顺服他就好了 那这个女子没有名字啊 就是我们 你不要说 我的仇敌我恨他 他有需要的是 你可以传福音给他 你看到有些 你的仇敌要攻击你 打你 但是有机会传福音 还是传给他 这个就是叫我们学习的 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讲名字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那今天就是我们 我准备上片道 准备这个的时候 无饼二语的时候 我就放了一条歌 将你的年轻献给神 有没有 那我在唱的时候我就一直想 我年轻在干什么 我年轻在管我自己 你知道我年轻时刚出来讲的道 是什么道之的道 圣经讲说不要爱世界 人肉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 我到处跟他讲 青年人啊要爱世界啊 世界太可爱了 讲作被牧师啊 被我妈妈父母都骂 我还自己很得意的去讲这个 到五十岁以后 真的不能爱世界 你爱自己的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头 是中国人讲这个要不听老人眼 吃亏在眼前 真的会碰到 无论我的婚姻 我的事业我都经历到了 所以弟兄姐妹 年轻的时候你在哪里 刚才一批年轻人在上面 他们都很有心想去宣教 那你就把你最好的献给神 虽然我们也读书 也赚钱 也做老板 但是你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了 教会里面需要你就出来嘛 那这次因为他们也想宣教 结果一打贴要三千块钱一个人 一个家两个人就六千块 就付不起 那后来神就感动我 还是没有这么快 本来八月终究要去了 要去泰国 太北 这个路都找好了 都规划好了 那神跟我讲 你去干嘛 宣教要几个条件 第一个 你必须要会讲你三分钟的见证 感人的见证 我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叫 Sabrina 他小时候很胆小的 你知道我们去考试被蚂蚁咬到 哭啊 哭得非常伤心 但是他慢慢 我说你现在也怕不怕 他现在不怕 为什么 有耶稣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生命的转变 懂不懂 这个生命 故事讲起来 讲给人家听 那小孩子怕 怕东怕西人 他就得到帮助了 所以一个人做自己三分钟的见证 你一定要做会 第二个你要会讲圣经故事 无论大卫啊什么的 这故事你都要会讲 讲得很熟 第三个 你要唱跳 从天父来的爱和恩典 你要带人家唱啊 那我们看我们这些人太老实了 要做这个 要一两个出来 要带动唱的人 这要训练 可能要一年的时间 准备这一年时间 训练这些年轻人 那明年他们就去宣教 这样 然后第三个会祷告 你不会祷告没有用 你看我们出去宣教的 这个黄世华带的雅慈去祷告 雅慈大有能力啊 他在下面 随便给他做一个祷告 人家就信主了 是为什么 他要会祷告 圣经讲说 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神迹奇事就随着他 因为是你去 神把这个恩赐给你 你在祷告 我一个学弟在大陆宣教 祷告大有能力啊 医病赶鬼话不得了 回到多人都没有了 问我为什么没有 第一个回来 只有一个人有效 也都没有 我说你遵照了神的旨意了 你去 你现在不是去吗 再回来的吗 他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发生 他在中国大陆 你的祷告有病人的好 什么都好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不改变 照神的话去做 高牧师是有名的医病人 你知道吗 你到大陆去的时候 人家躺在肠上的癌症了 他一祷告就好了 那个共匪派的人要抓他 他就跟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 高牧师说 你为什么来不重要 但是我知道说 你今天需要福音 他就安静下来 听完以后他信主了 懂不懂 这个你要为主的人过去 你平常你基本动作还是要做 读经祷告 被圣灵充满 过自体生活 基本动作还是要有 不然你没有祸 哪不是祸来 你基本在里面 平常没有发挥出来 照了神的话 你只要一出去 一讲就可以了 不要看这些小孩子 小孩子如果会祷告了 我跟你说 疑难杂症 你去宣教的时候都会发生 都会发生 相不相信 在我儿子的身上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 妈妈常常叫他祷告 为人家祷告 也像我们一样很大胆的 放逐了 你出去 他祷告 他什么都不知道 教会里有个大姐姐 不知道什么病 走走路会倒下来 看了很多医生 几十年来都没有好 都不知道 师母就跟他讲 Sam你跟他祷告 他就下面举手 放逐那边 撕着拎开什么 第二天以后 这个病全部没有 有没有 小孩子还是有的 有这个能力的 就是要照神的话语去做 他也有信心 这小孩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不要轻看小孩子 你小孩子之后看到异象 你就问他 你问耶稣说这个异象什么意思 知道了以后 你问妈妈祷告 这很有效果的 不要轻看孩子们 这个孩子你一看都很轻 非常的纯正 神会用他 但是我们要给他训练 几样事情记好 妈妈记好 第一个要做见证 第二个要圣经故事 第三个要带动唱 唱的歌带来一起带动唱 第四个要会祷告 不一定要会祷告 就是你这学习 你有祷告就可以 因为你不知道那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也常常祷告 你习惯 你一出去一祷告 神经就发生 相不相信 圣经讲 你绝对要相信 这个现在我们讲到 五比而已刚才 五比而已 现在才讲到正题 我们看 这个是耶稣是生命的梁 就要认识耶稣的身体 我们认不认识耶稣的身体 祂是一个遍体鳞伤的 祂是带禁忌冠冕的 祂是被人家打 被压迫了 就看到这个叫什么 罪身 罪身知道 这个罪身该不该是耶稣啊 不该啊应该是我 这个罪身是我 但是神耶稣代替了我的罪身 让我脱去这些罪恶的捆绑 现在懂不懂 关键建立起来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也不是圣经讲的话 是什么 乃是基督 所以讲到一本圣经 把基督 耶稣基督拿掉 这本圣经是空的 那这旧约没有耶稣 有 每一章里面都有耶稣 基督隐藏在里面 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上帝杀了一只羔羊 做了一个衣服给他 那就第一个预表 加上有个 耶稣要来为我们舍命啊 这个整本圣经 都是暗藏的耶稣在里面 把耶稣基督拿掉 就没有意义 这个圣经没有意义 所以说这个 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身体 那个犹太人不认识啊 所以耶稣说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奇怪这个人还吃他肉的 我们刚刚性也是吃他肉的 但是你们要了解 这个肉什么意思 这个肉就是要赌金 这个血就是要认罪悔改 所以有些人都不要认罪悔改 就不对了嘛 好 我们再看下面 那约翰福音呢 最重要是饥饿的人 需要基督生命的喂养 我们要基督生命喂养 主耶稣在那个井旁的时候 他不是跟那个妇人谈完以后 门徒回来的 要叫他吃 那个时候你来吃点东西吧 他说我已经吃过了 那他说奇怪 一定有人给你吃啊 他说不是 我的食物就是做成神给我的工作 神叫我来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的井旁 就是要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来信主 这就是我的食物 他是这样子来讲 当事门徒不清楚 他以为有那东西给他吃的 所以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完成神给我的任务 神给我每个基督徒的任务 就传回应也能归主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在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血 若不吃人子的肉 这又挡掉了 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 看啊 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有永生 在末日最后的时候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然后马上门徒就觉得奇怪 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喝呢 能够吃呢 他们就怀疑 那吃我肉 后主耶稣又讲了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的里面 藏在主的里面 现在说 要活在基督里 那你不吃主的肉 不喝主的血 怎么藏在里面 只会讲说 他们认为在基督里 就是我去教会 怎么每一礼拜都去教会 我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 讲得很好听 但是从来不读圣经 从来不吃主的肉 那有没有生命 没有 这里讲没有生命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 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所以我们今天活着 的意义是为主而活 你就要吃主的肉 就是基本动作 读经祷告 被圣灵充满 然后过肢体生活 每天都要这样做 你看上集 上一周吧 上上周 我们这个吴宏摩 牧师来的时候 他已经传到这么多年了 他告诉我们 他一天 要读两张旧约 两张新约 四张四篇 一张真言 你看这么老 传到这么久了 他还要 每天要读这个 所以每天吃神的话 你就慢慢 神就会用圣灵 把你起开神话 里面的意义 你不吃 你根本都起不开 基督徒的道路 是一条生命的道路 走生命道路 是窄路 很难走的 那这条道路走的成果 是在于你有没有神的话 你神的话 不是一天就吃完 是每天读 每天吃 今天会感动 明天会感动 你就把它累积起来 其实我有很多的 得到圣经的光照 都是累积别人的 别人的牧师 看到这句话说 我读了一辈子的都不了解 今天我了解 这个就是重点 你要把它抓起来 我就专门抓人家牧师的重点 然后变成我的信仰 现在懂不懂 你们也没有听到 尤其最多的就是江秀琴 常常讲这句话 我读了好几遍都不懂 昨天晚上神感动我 这个很重要 把它抓起来 变成你的信仰 会不会 有时候我讲到 也是常常会讲到 我得到的这个亮光 一讲出来 但是是中间冒出来 很多人都听不懂 都冒出这句话来 但是你假如知道这个经过来 你就知道这个话语的宝贝 所以圣经讲说 神的话一解开 我们就得到什么 亮光 就得了亮光 所以常常读神的话 想神的话 这才能够进步 那接着呢 他的心意 是要我们呢 认识他的身体 为什么 他就叫我们来吃这个肉 喝这个血 就是要认识他的身体 他是怎么认识他 是为我们舍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 这个领圣餐很重要 不是拿着饼吃 是被喝一喝 念一念 这个地头祷告一下就算了 不是的 你要认识神的身体 是什么 是神的话 那要认识神的身体 怎么了 为我们舍的 你知道主耶稣 神预备耶稣的身体多少年啊 四千年 从亚当开始犯罪以后 赶出去以后 就杀了一只羊 给他做皮 开始一直经过了 亚巴拉罕 经过了大卫 经过了整个先知 来到了纪元 主耶稣诞生了 这里四千年 他用这四千年的时间 让我们认识主耶稣的身体 他的身体跟我们一模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 先认识主耶稣的身体 然后耶稣的为了要使他 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身体 经过了很长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 神成了肉身 第二个 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个 死后复活 第四个 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 成为赐生命的灵 所以下堂讲的就是 基督是赐生命的灵 不一样了 为什么末后时代要圣灵 要圣灵 被圣灵充满 被讲方言等等 这就是从体 身体 耶稣的身体 转成灵了 这个是下一堂要讲的内容 那这几个过程 这五个过程当中 就是花了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 才能够完成 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 来完成呢 就是神要让人 确实地知道神的爱 神的爱也不是说 嘴巴讲讲 他经过一段很长的过程 那这几个过程 也许你们都知道 等一下我一件一件地讲 但是我现在就把个大的纲要 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 成为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住在人间 风风满满 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 我们不能见到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神在世上的 向我们表明的 这个道成的肉身 在菲利比书讲 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 但是他为了要爱人 他也虚极 然后为人死 先成为人 然后为人死 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 神就给他生生生生 生的最高 坐在天父的右边 那就主耶稣为我们死 然后为我们复活 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 这个人家搞不懂 怎么神的 人家看圣经就知道 耶稣跟他们讲 我原来是从天上来的 现在我回去的 又怎么样了 就问他怎么样了 他回到天父的右边的意思 告诉我们 天父接纳了 天父接纳了主耶稣的救恩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 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 现在懂不懂 这个过程 天上 他本来在天上了 他下来了 他现在又回去了 表现一件事情 天父接纳耶稣的救恩 今天我们才能够得救 懂不懂 真的得到永远生命 那最后呢 这样升天以后 最后就成为 赐生命的灵 不是那个凉的 凉是叫我们生命得救 这个灵呢 就叫我们得到 那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四个过程 那现在我简单就讲 把这个四个过程讲定 只要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体 五个过程 第一个成为肉身 就是道成的肉身 第二个就是被定死 十字架上 为罪人死 他不是为义人死 你今天不认罪的话 你不能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你自己不认罪嘛 所以说要为罪人死 第三个 从死里复活 可以住在人的里面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图给你们看 你那图 那升天以后坐在天父的右边 然后成为了赤生命 赤生命的灵 就是圣灵 降灵 那这里讲到 接下来 这个中间插了一个曲子 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可以 它这是怎么经过的 因为接下来 它有一个神机在海面上走 它是插在这个后面 所以把它排进来 这个内容不念的 我就把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现在看 主耶稣是从这个 从这个五饼二鱼完了以后 这个门徒就开了船 从那个伯赛大到这个加百农去 当时去的时候 耶稣没有跟着去 因为耶稣行万神迹 他都上上去祷告 找不到耶稣 他们就先走了 走了以后 他后来有这个提比利亚 开了几只小船 人家来开船 开到了伯赛大 那他们知道 耶稣将来要到加百农去 他说正好船来了 两三只船 那些在五饼二鱼的众人 就跟他讲说 那你带我们带到这个对面 加百农去好不好 他就把几只小船 把那些人带到加百农 为什么带去加百农 就因为五饼二鱼 这些人不是为神机 主耶稣把他道破 不是为神机 乃是因饼得饱 你想想看 有一个人 你不要做事给你吃饱了 你要不要跟他 有 但是真正的主耶稣的意思 不是叫你跟他 你要看这个全人神 有什么神机在我们身上 发生把荣耀归给他 这人想的跟神想的不一样 这些人呢 后来坐了一些小船 也都过去 那耶稣还没有过去 还在山上 那出了去没有多 一百里左右的时候 就台风来了 大风啊 来了 耶稣就走在海面上 那这个故事就神机 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走 那后面接着 彼得也自告后面 我要也要走 就走了一般又摔下去 这故事 你再去看别的福音 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有时候 要问你说 你喜欢什么神机啊 我喜欢耶稣在海面上走 为什么 那是超自然的能力 那这个彼得 因为相信 他也走了 但是因为信心不足 又掉下来 所以我这个故事 给我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们信主要 绝对的相信 不能怀疑 不能看环境 这故事对你的帮助 你一讲这样就知道 你看懂了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他在那个无饼二语以后 他往那个 这个是往那个 加百龙去的时候 不是加百龙 往那个加百龙去的时候 在海面上起了风 他在他们那边走的一个 是插在这个 无饼二语后面的一个故事 我就把它简单讲一讲 主要还是讲后面 因为到了那个地方 主耶稣到那地方 他后面船也跟上来 他一看 主耶稣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又在那里 跟主耶稣讲话 主耶稣就跟他讲 你们不是为了看神经 你们是因丙得保 不是神的意思 这里面我也看到很多 这节圣经是讲他过 刚刚讲过的 是过去过来的 是经过 那这个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得到天上的真粮 耶稣是生命的粮 得到真粮 那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是谁的 就是基督嘛 基督本来与神同等的 道成的肉身 来到世界为人死 为人复活 坐在天父的右边 那这个就是为世人来的 是神的儿子来的 天上的真粮呢 就是伊甸园生命树 能使人有生命生存 能使有生命存到永远 那神的借助 神的灵将神的生命赐给了 信他的人 这个生命树 植物的人 这个圣经刚刚讲过 是以父所书 他本来跟神同等的 他为了虚极来到世界救人 那耶稣就是从天上来 赐下生命的粮 这个六章35节到43节 这个叫我们认识 不是我们摩西给你的粮 摩西给你的粮是在旷野 叫下马拿 马拿吃的 吃的你还要饿 而且这个粮叫下来的时候 你只能一天拿多少吃多少 拿多了烂掉 这个不够了 你又吃不饱 所以这个有限制 但从天上来 这个粮是永远饱足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念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撇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猜我来 则的意思行 猜我来则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复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直而信的人 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就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的议论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 耶稣吗 他的父亲 父母 我们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为什么不要大选了 不认识神 今天我们认不认识神 耶稣是神的 我们要认识第一个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他一个独生的子 叫做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然后复活 做到天父的右边 叫一切 信他的人的永生 所以我们还是要付代价的 现在有些人 祷告的时候不付代价 他为什么不付代价 我刚刚讲 他读了希伯来书 他认为他是第一的人 成是神的 他就讲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的儿子 让我的儿子能够来到教会 让我的儿子能找到好工作 那你不要负责任了嘛 你要负责任 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他 让他自己觉悟过来 他就要改变过来 很多孩子在打电动 你不是在那骂就可以了 你把神的话教导他 这就有一次 他们在美国整个聚会的时候 突然是你充满 年轻人在一起 那年轻人全部被圣灵充满以后 把所有手机里面的游戏全部删掉 不再去接触的人 这不是人做 是神做的 所以我们 有时候孩子叫不好 弄不好 你求神嘛 有时候说 这个自己 刚刚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姊妹讲 说她的孩子啊 她一直都没有好好照顾 你好好照顾别人的孩子 神会拆别人照顾你孩子 想不相信 你一教你的孩子不听你的 别人教你的孩子一两句话都听了 所以你还是一样要看这个大爱 这个在神的家庭里面 我的孩子不听了 别的孩子听我的 我就教他嘛 你教他别人会教你的孩子 不要太自私 神是这样的一个公平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 有些人不懂了 在这过程中 在那很难过 日子也很难过 这个儿子不听话不听话 这到了最后 儿子整个转变了 很多这样的事 整个转变 因为神介入 他就转变了 但是我们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能帮助别人 尽量帮助别人 基督徒啊 是不要自私 不要自私 那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吃亏了 不会吃亏了 因为我们帮助 从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现在懂不懂 我们给出去 神给我们更多 你吝啬干嘛 最危险的时候 你这个钱 可能帮人家救了一条命 你坑在那里 人家命死掉了 你的钱也没有什么用 关键要建立起来 但是不要照你的关键 照神的关键 神感动我们就做 我常常讲 神一感动就做 那后面我没有了怎么办 神会补回来 有没有这个信心 基督徒的天国的文化 下次我们把这个生命 约翰福音讲嘛 就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天国的文化 我们一定要符合天国的文化 才是一个真基督徒 那基督徒在世上的人呢 心跟天国文化是相悖的 神是这样看你 是这样看你相悖的 所以有些人讲说 如果变成了反面思想 可能就变对了 有一种医治的方法 你不要想这个正面 你把他反面思想 你这个人就醒过来 这意思是这样 这个反面 这个反不是反 是照神 那我们有圣经可以 神是什么思想 我们可以照圣经去做就可以 这个就是讲到 祂是圣经的梁 那现在我们 你现在会不会怀疑 你怎么一个人变成梁 我们是一定要吃米啊 吃饭啊 这么读读神的话 就是梁就是饱了吗 你们有没有经验 有的 我告诉有时候人家说 在教会 你弄点东西吃了 不吃 一顿不吃没有关系 我在那读圣经 不饿啊 你像他读圣经 你不会饿 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 如果你禁食了 第一天 第二天最难过 第三天不怎么饿 第四天就没关系了 大概到第六天以后 又开始饿起来 所以说思想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梁 有些人 其他宗教的修行者 他有六十天五十天都不吃饭 正在修行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精神 就是得到了那个精神的力量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得到神的话语 有了神的话 就像一棵树栽在哪里 溪水旁 溪水旁的树不要怕 因为它有水 它按时候就结果子 就出来 这不老不结果子 那你没有那个吸水 没有根源 那基督徒就好像一个 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你连在上面 就会多结果子 你不连在上面 就不会结果子 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了 就是要看我们的思想 是不是在圣经的原则底下 圣经的原则 跟我们原则不一样 为什么刚才要求圣灵充满 让这个环境改变 就是我们制造一个环境 让圣灵运行 制造一个环境 让心打开 圣灵就会来工作 这个我们要常常这样 所以你们最聪明的人 回家 没事的放放诗歌 唱歌 把心打开 跟神 你浓我浓 什么叫你浓我浓 就只有耶稣跟你 这我们叫做关锁 听得懂听不懂 关起来关 锁起来锁 关锁 那你每天有这样一段时间 你的人生就有意义 不然虚度此生了 有些人说 我现在耶稣很高兴 很快乐 因为神最多赦免 我很快乐 这有时是活在虚假里面 一个虚假里面到后来得不到的话 那这个人最可怜的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有些人说我很快乐 我看你好忧愁 那忧愁 我有神 我有耶稣 那你快乐快乐 你活在虚假里面 撒旦的谎言里面 我做一个见证 就是我调子 从这里调这里 我以前讲过 调过来是年初送出去的 好高兴 没有多久 批准了我就会调过去 等到年底还没有动作 我去问那个组长说 怎么搞的 我调子怎么没有结果 他说你哪来 我不同意放在抽屉里面 这一年放在抽屉里面 白度了 快乐不快乐 快乐 白度了 没有意义 基督徒不要做这样的 我们要做实实在在 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里面 内心跟外表要一致 要一致 神绝对看内心 不看你外表 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 碰到这个 就不要去 人家会讲你 碰到这个会怎么讲 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错了怎么就认罪灰盖 如果是你错的话 不但你不这样的话 你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人家跟你讲 就认罪灰盖 大卫也是一样 大卫那个骂他的时候 人家说你把他杀了 他不必要让他骂 他讲的是对的 所以他就接受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内心跟外表一致 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一致 我是比较一致 还有时候不一致 所以有时候看到不好 就很气他 恨不得祷告 让神惩罚他 但是圣灵跟我讲 你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我就慢慢就往好的方面走 不然有些人说 是啊 圣灵啊 你派什么 什么死者来打他 使他断他的路 什么的 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这样祷告 不能这样祷告 但是有没有这样基督徒 有啊 就因为人太自私了 所以说要圣灵来光照 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 你都要尊重 这个是一个原则 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生命 是从上面来 不是从人来 人若吃了这个生命的粮就永远活着 这个圣经回去自己读一下 主耶稣成为肉体 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为我们使复活生天 这三样东西是连在一起 使复活生天 才能完成救温 这三个 然后最后成为灵 就变成五行节圣灵降临了 进入了信他自能的里面 将神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所以你没有圣灵同在 你没有神的生命 你又活着 你也很健康 山高也没有 你的精神又很好 脑筋又清楚 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 你是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今天讲这个生命 跟我们现在活着生命不一样 你看有很多老的基督徒 老的传道人 一生都是病 他是精神十足的传神的话 我认识一个 我小时候认识一个牧师 他非常勤劳 他也没有车子 他走路 探房都走路 有天跑到我家来 他说他好几顿没有吃 叫我母亲煮稀饭 炒一个蛋给他吃 吃完他走了 我母亲都不对 他可能没有钱 就拿一个钱叫我去 叫我去奉献给他 我那十几岁追不过他 他没吃饭 精神好多 力量就自大 走得自快 走得快 他声音又少 门又大 一讲话的声音很大 那时候我就想到是 神的祝福跟人的看法不一样 人非要吃得饱饱的 运动得好 很有精神 但是你有了神的话的话 会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领导你 想不相信 相信 圣灵充满就是超自然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领导你 你要常常被这个能力领导 就像刚才我说 我恨这个人 我要给他祷告 求撒旦来惩罚他 圣灵来了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好不好 都不能算了算了 懂不懂 你要顺从那个圣灵 那微小的声音 这声音跟你讲 你要顺从他 你不能去抵挡他 你不能 不是说抵挡他 我们也不是抵挡他 我们是顺从我 你不要顺从我 一个人我为主的时候 那是什么 巴比塔 巴比塔建了以后 他要张扬人的作为 懂不懂 所以这个巴比塔一出来 神的工作就离开 那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一生中 有没有很多都是为了我的 有啊 因为这个夫妻吵架不合 就是两个各为了我 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好的很多是为对方 我们都为在这牺牲没有关系 以后生的孩子 这个吵架了 都是为了我 你刚才这样 你都不了解我 昨天那个电影里讲到的 那个女孩子是男孩子傻傻不知道 她晚上哭啊 哭啊 哭了要命 哭了人们都问她先生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哭 不知道 有很多太太的伤心 她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不为对方 就多为自己 你要知道在一个人 在多为自己的时候 这个社会 这个家庭就出问题 你从处处为对方的话 问题就解决掉了 而且是双方的 一个为对方 一个不为对方也不行 这另外一个更痛苦 就双方的 这个就是天国无法 吃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天国里面的筷子 筷子很长啊 筷子很长 它是说比喻 只要吃东西 吃不到 太长了 吃不到嘴 那怎么办 你只能喂人 你喂他 他喂我就吃胖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瘦的人啊 他都为什么你这么瘦呢 他气都气死了 吃不到东西啊 他也不想给人家吃 便是瘦子 这是一个比喻 天国的文化跟地上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们只要想跟它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圣灵光照我们 要顺从神的旨意 我们看人如何能够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 这是人如果能接受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的生命 首先呢要从那个认识这个生命树是赐给人的 那根据这个圣经的以下的五个步骤 刚刚讲的五个步骤 神创造伊甸园有两棵树 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 生命树是神要你吃的 要我们吃的 那个分别善恶树不是我们的 因为分别善恶树是神的 今天我们吃分别善恶树是夺了神的份 夺了把神的份夺来 那夺来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知道善恶跟神一样骄傲 有时候人想着跟神的相反 这个是善恶之事我都不要 我只要生命树 我有了生命就永远的生命在我里面 可以胜过罪恶 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神创造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 就放两棵树在那里面 结果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 造成我们今天的人类的状况 就是打仗啊不平啊在这里 第一个我道成的肉身 耶稣降生了为人 他成为人来到世界 这个圣经自己参考一下 第二个是讲到了这个耶稣死 那死在十字架上 那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生命的第二个步骤 那主耶稣为我们死 不是一个平常的死 我们平常死大家都会死 很平常 主耶稣的死不平常 乃是一个特别的死 因为他被杀钉在十字架上 死将他的血跟他的肉分开了 他就死掉了 那血肉分开就是死了 而且的主耶稣的死 是发生在逾越节 逾越节是犹太的一个节 就是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 把血涂在门上 杀了羔羊 晚上就把他吃光 然后带着无教饼开始逃命 这个是他的无性节 我那个叫做逾越节 那主耶稣呢 他死就死在逾越节 就表示主耶稣是那个 救人的羔羊 所以他是一个待罪的羔羊 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是指谁呀 是指神啊 不是指你呀 我们就把他用来说 一次相信永远不灭亡 那错误了 我们被造的怎么用神的观念来看 我们这个被造的观念 不一样 被造的观念只有听神的话 没有去创造什么出来 没有 神怎么讲就怎么信 这样的 他血跟肉分开了 这都有功用了 那这个讲到这就是犹太人 对犹太人讲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目 那充满了神的爱 与救赎 是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统治 那根据了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 主耶稣告诉他们必须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今天我们要吃主的肉 喝主的血 领圣餐是必须的 你只要是牵涉到犹太人这个历史背景的话 他们就明白 他要逃往了 不吃没有力量 他一定要把高养吃完 拿来吴教瓶走 那我为什么得救呢 因为门上有了血 所以主耶稣的血肉分开死 很有意义 跟我们死不一样 懂不懂 这个是救恩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所以主耶稣就讲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 当时他们的观念只是涂抹在羊的血 涂在门框上 那吃羊的肉 今天耶稣要他们吃耶稣的肉 喝主耶稣的血 是要他们领会主耶稣才是 那真正愉悦节的高养 他们却无法明聊 以色列当时不明了 主耶稣讲话说 这个人的血怎么能吃 肉怎么能吃 今天我们明了了 就是逾越节的高养 就是为我们赎罪的高养 一时现场永远有效 吃生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他 因为他这样爱我们 纪念他 所以我们不要再犯罪去得罪他 懂不懂 这个意义都把它连接起来 就了解 第六章五十一节下面 我们要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 你们要知道一个预表 所以我们要常常吃神的话 就读神的话 今天要考考大家 你们每天要读神话语的吉从 不多 弟兄姐妹你要改过来 每天想把他读神的话 好不好 那这个话才是你的生命的根源 你没有这个话就没有生命 那主耶稣的肉是给信徒吃的 好做他的真正的生命 主耶稣说 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人的生命所赐的 在这里粮变成了肉 你看这个变化了 那粮是属于植物的生命 植物的生命只是为着喂养 那肉是属于动物的生命 不单是为着喂养 也是为着救赎 这样懂了没有 植物有没有血 没有 动物的肉不但要吃 从植物的肉喂养我们的肉 变成生命的肉 就变成动物的肉 动物要给我吃肉的时候 他血要流出来 这个流就是救赎 所以基督的死跟一般死不一样 他的肉跟血分开了 分开了我们就得到了救恩 现在明白不明白 所以为什么要在一对一线 放一个生命树 再慢慢衍生到主耶稣降生 变成道成的肉身 这有一贯的道理在里面 就叫我们知道 我们开始是为着我们的肚子生活的 赚钱啊为了这个就为了喂养我们 那信了主耶稣以后不只是喂养我们 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改变什么呢 我们这个生命要从最后中被赎回来 赎回来以后还是要吃粮 吃什么粮呢 吃神的化的粮不是吃那个植物的粮 现在搞懂了没有 很复杂 想想看 说神的这个救恩救赎这个计划 花这么长的时间都有它的意义在 你不能丢掉一个不要 说我不吃生物植物的粮 我就直接吃肉的粮 对 这整个过程都是一定的 一定要过程 所以它这里面暗藏了很多生命的意义 我到底要得到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去得到的 你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在人堕落之前 你注意啊在人堕落之前 耶稣是生命树 只是为了喂养人的食物 但是人堕落以后 生命树就成了羔羊 耶稣的人性 那羔羊呢不仅仅是为了喂养 也是为了救赎 这个血流出来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它里面 那在这里呢 在这里让我们的看见 这个粮 就是生命树 变成了肉加上血 就变成了育月节的羔羊 那预表了基督 耶稣基督 今天呢耶稣来了 那才是真正赎罪的羔羊 前面是预表后面真正的 那你要的是哪一个 我们在恩典时代 我们要的后面耶稣 我们就是要耶稣嘛 今天教会有耶稣存在 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高兴 因为神与你同在 如果你的一生神都与你同在 你是最有福的 最有福的 约瑟一生痛苦 走过很多的道路 但是神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 只要神不与我同在的 我就不要去做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有没有 你不圣洁 就不能跟神同在 神会跟你同在 所以你每天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不能过圣洁的生活 那每天就要认罪悔改 每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要走在一条圣洁的道路当中 所以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以后 就不要听人家那些 外面讲的好听的这个道理 害你离开的神 你真正活在一个虚假里面 好后面讲到生命的粮呢 是以食物的形态做成人的生命 就是生命术的 好做食物 他讲到那个好做食物 这个善恶术 可以的做人生命术的生命的供应 那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 耶稣成为肉体 临到我们就是为赐人生命 这吃生命术就是这个不能给你活的 不能给你永远活的 但是现在把吃的生命术 转成变吃的耶稣的话 就是神的身体的 那你就变成了永远活着的生命 你懂了没有 这翻来翻去 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懂了没有 你要哪个生命 你只要吃饱的生命 你还是要那永远的生命 你自己去选择 你要基本动作做好 读经 祷告 备圣灵充满 过肢体生活 那今天我们受洗 年夜到现在一百多人 有没有全部来 没有来 那这些人就是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做的人 你这要来的话不得了 高牧师跟我讲说 他受过洗的人一万三千人 那这个教会坐不下了 跌起来了 所以说弟兄姐妹 很多人没有照神的话做 你照神的话做 你才得到真正的生命 不然你没有得到 那耶稣复活 这复活我们都知道 三天以后就复活 那这第三个步骤就是复活 借着主耶稣的复活 这个原意的来做 原意是来做我们生命 耶稣复活就要做我们生命 第六章中的多次的讲到生命 耶稣是生命的粮 又是活粮 什么叫做活粮 就是活着的粮 它是叫我们做生命 这个粮是活的粮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要做活的基督徒 什么叫活食 活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也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 活祭 那不一样的 一个粮是给我们吃的 能够有生命的 那这个粮是活的就没有用了 耶稣的这个粮又是活的 每天都有效 那耶稣这个粮 每天都活的 又跟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很有关系 等一下后面可能有这个 我们物质世界能活着 今天能活着 乃是有一个东西在那撑着 那个撑着的东西 就是我们叫做quark quark就是震动 震动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叫整个世界存在 把它拿掉整个世界就垮掉了 不是没有了就垮掉了 所以说这个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生命粮是指粮的性质生命 它的性质是给生命的 那活的粮呢是指什么 粮的情况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它也不是过时的 是每天都在我们中间的 主耶稣是活粮 虽然他被杀死了 因为复活 他仍然是活的 这个粮是活的 那围堵主耶稣是在复活里的活粮 复活里的活粮 他是死过复活 又很复杂的 那简单的讲就是 这个粮不单地赐给我们 能够得到生命 而且这个又是活的 这个世界虽然看起来 一直在运作 但是它是活的 不活就垮掉了 那活着的东西是什么 是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就是活的话 搞懂命法 这每天都要读神的话 可能有些人糊涂了 然后就搞不懂什么什么 这个死复活以后 它一直活着 一直活着 在哪儿 在整个世界里面 不但在世界里面 也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信的属 复活是一个活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主耶稣必须复活 才能够住进我们里面 做我们生命 后面大概有图了 那主耶稣的复活的以前 耶稣的神性 是在拿撒登的耶稣的里头 神的神性在里头 那没有办法的 住在我们里面 只有在耶稣复活以后 主耶稣的要求 是叫圣灵的保卫师 耶稣身体成为 线上的羔羊 基督成为灵体 以圣灵的方式 耶稣就基督圣灵 基督圣灵的方式的形态 来住进我们心里面 耶稣有肉体有灵 祂的肉体是玛利亚生的阴海 跟我们一样一起长大 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 可以一生下来就是成人了 祂为什么跟我们人一样 祂根本人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那个阴海 长大长大了 祂外面是阴海 里面是神自己 有一次出来的 当这个要受那个 思绝一汉受洗的时候 他仿佛鸽子 降在祂的头上 祂里面的神性出来 还一直出来 在灯山变相上面 祂也出来 祂的神性就跟祂讲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祂 结果一个云一来 其他人不见只见耶稣 这个祂有时候出来 所以在主耶稣 还没有复活以前 祂的肉体就是 玛利亚那个阴海 慢慢长大了 祂里面就是神自己本身 那这个神 没有办法住到我们里面 祂必须要死 复活 然后坐在天父的右边 为什么坐在天父的右边 表示祂救赎的工作完成了 祂说成了 祂就到父右边做了 所以天父又把祂接回来 就是意思是 天父我认可 你的救恩 所完成救恩 那怎么办 那人怎么办呢 求父 赐下圣灵的保卫师 永久与我们同在 圣灵降临就在我们中间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圣灵时代里面 说你离开了圣灵 你的信仰就有问题 你离开了圣灵 你的生命也有问题 这个就我们一天要求圣灵 刚才为什么唱歌 求圣灵充满 就常常跟祂有关系 连在一起 那这就指出了 主耶稣必须复活 才能够住到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 那我们必须要到 主耶稣这里来 你要得这个生命 你要来啊 你住在家里 你就得不到 我没有附带家 就要到主耶稣这里来 信路 不只是信在外表 信路 信进去 主的里面 那吃他生命的粮 喝他赦罪的血 并接受耶稣基督 就是圣灵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得到 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 现在搞懂圣灵没有 可能也是有点心 和模模糊糊 但这个道 我会放在网上 你反复地去想 这是前后有一贯的 一贯的那个思想 如果你在这个 神的氛围里面 你就得到 如果你只是在外表的话 你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生命 你是活着 但你没有得到神的生命 那第四升天 升天就不多讲了 是因为天父接受了 就完成了这个 天父不接受 我们也没有办法得救啊 天父接受指的这一个旧文 那第二成为生命的娘 使人得生命 五星的到了 五星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处 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的恩赐 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 耶稣五星节降临 降在人的里面 今天我被圣灵充满 这是圣灵第二次来到我里面 错了 耶稣就是那五星节那次 就那么一次 今天我被圣灵充满 也是那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 这个 永恒的观念 神在永恒里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有时段 如果你们想说 这个第一次圣灵充满 我被充满又是好几次充满了 那现在出来有新的道理 那基督徒说 我信了得救了 但是我又犯罪离开了 我第二次来圣灵 又第二次充满 第三次充满 第四次充满 又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他说有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们是信主 不是很爱主吗 被圣灵充满 然后慢慢去走自己的道路 这个有个特会来的 又回来 租啊 圣灵充满我 他说你第二次圣灵充满 第三次圣灵充满 他就批评 这个圣灵充满是错误的 哪里有什么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被圣灵充满是 我被圣灵充满的情况 是跟五星节是一样 他只有一次 主耶稣没有说第一次来第二次的 没有充满在我们 就是那一次 主耶稣救援就是那一次 以后来审判也就是那一次 现在懂不懂 因为我没有 有时间 他没有时间管你 所以也是想说 我是被 这个 后来的圣灵充满 就是五星节到现在 两千多年了 我是两千多年以后的 圣灵充满 不对 完全是一个 懂不懂 他怎么充满 我要问怎么充满 因为超自然的 顶顶到他 有没有 他们怎么说起别国话以来 超自然的能力临到他 他就被圣灵充满 那今天我们聚会 突然间 怎么说流泪了 哭了 这个好像有很多感动的 这个 你就是超自然能力临到的 你就是被圣灵充满 不要人家说 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不知道 你看他被圣灵充满 他会抖 你有没有抖 没有 那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错误的 错误的 在你一生中 有个超自然能力临到你 你就是被充满的 不要被人家误导 很多人被人误导了 都不知道 很伤心的 所以我信了20年 被圣灵充满 有的 照圣经不是照人讲 听得懂听不懂 你们有没有超自然能力临到你 有 你就被圣灵充满 不要听别人 我是被圣灵充满 跟圣经 我只不过软弱 你有时候离开神 但是我多读圣经 圣灵光照 我又回来 这不是第二次被充满 不是 那时就被充满 但是我有了这个生命 今天我们讲约翰飞 我就是要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就会让你一直一直跟着神走 你跌倒了起来 跌倒了起来 现在懂不懂这意思 不要说你跌倒一次 被第二次充满 第三次充满 哪有这样 神的第一次 祂圣灵降临 祂怎么感受 我也怎么感受 有没有信心 我常常看很多人被人家骗 哎呀 人家的圣经是怎么发抖啊 你有没有抖 没有 那你有没有圣经充满 那你没有圣经充满 圣经怎么样 你也不能做神的工作 你没有被圣经充满 你不能教主治学 你没有被圣经充满 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这是人的话嘛 我们现在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 我相信我们在做的 每一个人都会被超自在 能力领导 但是你不要放过他 被他继续感动 你就越来越走到 这个生命道路里面 大家清楚要明白 不然的话 我们常常会被误会 被这个世界误会 但圣灵降在人身上 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之道地底 做我的见证 圣经充满 主要是为主做见证 为主传福音 在这里讲 教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个是下次我们要讲的 这个神的植物的生命 生命树变成了 对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 生命完了以后 又转成那边灵的生命 就是这些圣经 因为神的生命 就变成赐生命的灵 那今天我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复活的主 神的灵如何进入 这个我们看图就清楚了 永恒 永恒里面有独一的真神 然后这个活物的灵 在这轮子中 我们看在以西节看到了 这个三一神在一起 太初的时候 父子圣灵跟独生子 三个一起来造了这个世界 分成夫猜子来 那起初 太初是他猜独生子 起初他是父子灵 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分成旧约跟新约 那这个旧约里面 有耶和华的灵 有神的灵 有那灵 有七灵 到了耶稣道生路生 来到世界的时候 就主降生了 主降生以后 叫耶稣的灵 就讲到耶稣的灵 还有纳灵 纳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再来就是羔羊舍命 为我们死 那这个以后就变成神 神的灵 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圣善的灵 然后到了主复活以后了 这个长子就成为中宝 他主耶稣复活就成为长子 先回到天父的面前 然后复活以后就变成基督的灵 所以我们信的是基督 复活的基督 那这个又叫着真理的圣灵 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然后圣灵降临 五星节圣灵降临了 那个信徒 这个信徒 降临在谁的身上 信徒的身上 然后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 这幕后的公义的神要审判 然后这又到进入永恒了 那永恒又是主前的七灵 这个这里主耶稣复活 怎么样 慢子断成两半 那个神住进人的里面 那个种子 神的独生儿子成为长子 带领我们种子 带长子带种子回天家 那这个我们的过程就这样 是在从亚当生的 是在亚当里 然后经过基督的救恩 就在哪 在基督里 新造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过程 大家如果看这个过程 就可以明白 这个有个过程了 这个神要进入我们 有一大过程 进入我们里面做什么 做神的见证 去到各地传福音 所以你去时外面做见证 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神气息事就随着你 那神的话是良心生命的 这个就是要行道 你不要听得到 就问那个 神用 好 这个像神用 祂的话语托住宇宙 那我们来看 这个最小的例子 我们现在都发现的 就是quack 这个叫做quack quack打不开了 再打不开了 那里面就三根弦 三根弦表示三一神 三根弦在那震动 然后这个世界就维持住 这个拿掉了就没有 三根弦 震动的弦在里面 然后震动的能量 就是神的命令 神以祂的命令 托住万游 神有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 祂就走掉了 今天我是 我是手表发明者 我手表发明了给你以后 我就走掉了 祂自己会走 这叫自然神学 我们神没有离开世界 一直在神物质界最小的地方 一直支持着他 是他的话一直在支持 所以说他的话胜过一切 他说有就有 命令就地 今天我们信的是神的话 不是人的话 这个话可是最新 现在打不开 加拿大人有没有打开 不知道 当要打这个的时候很危险 他认为大爆炸是一个起点 爆炸起来这个宇宙就来了 那现在要把它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回到原点了 这个世界要灭亡 这个当时我还在加拿大 他们打这个时候还在加拿大 就那天等等看是不是 这一打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灭亡 结果没有 懂不懂这意思 从一点爆炸变世界 那现在我要打它 把它全部打开 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他们就担心了 但是什么 担心是世界灭亡 结果没有 这个就证明神的话 跨个怎么得来的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离心机 在那里撞 要把它撞开 那这个在跨了哪里 它是直径有27公里 它是位于这个瑞士的日内瓦 跟了法国交界 好大的一个离心机 转转转 转到光束 两个对撞 才撞出这个来 不然你现在把那木头 怎么砍看看 看不到里面分子 它一撞跑出来 就发现是这个 所以这个科学要证明 你看分子是 以前以为分子是最小的粒子 然后后来分子里面 还有原子 还有更小 那原子里面还有原子核 原子核有中子 有质子 那质子它用中子是没电 它用中子再去撞 撞开了以后跑出来的跨回来 最小的粒子 我们看这几句话 构成物质最小的单元 是原子组成的物质的特性 那这个原子是构成分子的基本的元素 内有电子或者原子核 那原子核是原子的核心 内有正电 或者正电叫直子 或者这个其他无电的叫中子 然后中子是不带电的一个粒子 那这个后来撞开以后变成夸克 夸克是不能再分开的最小粒子 例子是三振动的权 是神的命令 看到没有 神托住的外游 神只要不托住就完全没有 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把跨回打开以后 世界就灭亡 不知道 科学是慢慢来验证神学 那神早就讲了神托住外游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 也不能不读神的话 弟兄姐妹 你们要好好读神的话 要啊 要下定决心好好读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这个是结论的 结论自己照下来看一看 第一个 耶稣生命的意义在前面 也讲过耶稣的肉口吃的什么 然后第二个他有过程 这左边的过程 最后就是今天的这个故事的内容 照下来 自己把它消化 然后你会变成你的答案 好不好 要问你的时候 这个今天的意思是讲的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消化一下 如果还不懂就打电话问我 我来告诉你 你要把它消化以后 让人家问你说 今天讲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 你对我完全了解 把我们地度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你是这么的爱我们 是把一个生命的良次给我们 也不是一朝一夕 乃是经过了好几千年才完成 主要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了解 知道神的用心 神的爱 神的这样启示 让我们真认识你 以至于我们真正的相信你 今天我们相信不是人的话 那是神的话 求主你将圣经的话 以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 谢谢一切荣耀送赞归给你 祝福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 能够听懂今天的道 能够也愿意来追求 领受永远的生命 谢谢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 Amen Amen 也谢谢牧师 今天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 订阅